大家好,我们是探索兄弟 我们来到了位于海南省的一座无人岛 接下来我们在这里生存期间挑战一下荒岛生活 我们会把全程记录下来的 我们是没有带任何吃的任何水的 这是我们所有带的东西 这是一个相机的防水罩 然后就是防止下雨的时候相机进水 这是相机包 这是一个无人机 还有就是三脚架 就是水下相机 还有一个 这是个啥 对 这是一个20万毫安的那个充电宝 就是足够我们在这里 就是10天的话不用断电的 还有就是手机充电线啊 还有水下相机充电线 由于太重了 所以我们就分了两个包袋 行了,就这些东西 跟大家声明一下 就是由于我们经验不是很多 所以我们带了一点点工具的 一个打火机和一个刀子 哇,这里好多垃圾啊 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定在在那个岛挑战的 等到登上岛的时候 发现那岛上有很多援助的那个渔民啊 所以为了挑战更加真实 我们就换到了这里 这一趟我们就多花费了600块钱 所以没有挑战完成 我们是不会出去的 这些冲过来的垃圾有很多淡水啊 正好解决了我们的属原问题 你看这么多垃圾 没有人清理 你可以断定 这绝对是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 你在干嘛啊 这么热我弄个帽子 你要吗 给我也弄一个吧 好 捡了多少 五分 一会儿我们捡了这么多 这两天的水源解决了 那些人都当垃圾人了 到我们这里变成了宝贝 味道还没有变 这绝对是一个完美的扎营地儿 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废弃带子 正好派上着用法 到时候你睡这里边啊 你怎么不睡里边啊 谁谁都一样啊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 还有螃蟹 正好我在这里捡了个手套 还有瓶子 到时候用来抓螃蟹去 走吧 来 来抓一会儿 哎呀 还抓一会儿 哎呀 爽啊 看这有个甲骨 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 给我手相机我下去看看 里面好深 看了吗 进去看看 哇 哇 你看这上去 里边好多大防线都没有抓到 抓没抓到 啊 不 好 好 好 光靠吃螃蟹是不行的 所以我决定在周围下点陷阱 捕点其他东西 这些绳子可以给我派上用 我看了看周围肯定是有老鼠的 因为守着海边 它们有足够多的食物 所以我就把陷阱设在这里 晚上我会在这里面放点吃剩下的螃蟹 当老鼠从这经过去找食物的时候 就会被吸引过来 它在这吃的时候就会触发这个陷阱 瞬间就被弹起来了 好了 第二个陷阱设置完毕 好了 第三个设置完成了 我现在很期待这个螃蟹熟了以后 尝尝它是什么味道 我现在想了想 光吃这种小螃蟹和等着陷阱是不行的 万一要逮不着老鼠 所以明天我要想再其他方法来补食物了 看看能不能逮到大家 味道还不错 说实话这爪子我都不想浪费了 哇 好烫啊 好行 挺好吃的 被蚊子咬醒了 在这里睡觉真的太恐怖了 感觉周围什么东西都在向你靠近你 刚刚还有个壁虎从我身上爬过去 我朋友现在睡觉了 还快点明明 这里好ogo 不错 这出来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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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